近日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走访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 他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二十大精神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充分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和作用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团结奋斗 王沪宁表示 长期以来 各民主党派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 携手共进 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尽心竭力 为民族复兴奉献智慧力量 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高度重视多党合作事业 十分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 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 展现新气象 开创新局面 希望各民主党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 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 夯实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要把多党合作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结合起来 深入调查研究 积极建言宪策 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 好帮手 好同事 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水平 全国工商联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民建工商联届委员联组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提振发展信心 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高质量发展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理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农工党中央主席何伟 志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伍维华 台蒙中央主席苏辉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等 分别介绍了有关情况 并就新时代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等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参加走访和座谈